上古时代神话传说中的四大凶兽,谁的实力更胜一筹? 超一,饕铁饕铁是贪欲的象征,故而常常用来形容贪食或贪婪的人,根据史记载,饕铁乃近云史之子,更是一种神秘怪兽,生性凶残贪食,无故不实,最终被称死,象征着贪欲,又距山海经西山经描述,又北三百五十里,约沟吾之山,其上多玉,其下多藤,有寿烟, 其壮如阳身人面,其木在夜下,胡取人照,其阴竹婴儿,名曰咆哮,是食人,咆哮只带的是饕铁,饕铁长相十分的奇特,最大特点就是能吃,不过其实力也是不俗的 超二,混沌混沌,已称为混沌,根据山海经西字三经,记载,混沌形状浑圆,长着四只翅膀,六头腿, 虽然没有五官,却能歌善舞,混沌是上古四大凶兽之一,称之为神兽,只因记录混沌的书籍不同,形象也有所不同, 山海经的混沌更多被描述为神兽的类别,神秘经记载的混沌,更多被塑造成凶恶的形象,长得像一只狗,却比狗大数倍的凶兽,厌恶善良, 如果遇到了恶人,他却会俘受天耳,亲密约恶人的指挥 TOP3,穷奇 穷奇是四大凶兽中最贪婉,也是最可恶的一个,凶兽之名绝非虚有其表,根据山海经海外北经描述, 肥有恶手,名曰穷奇,有意能飞,便叫食人,知人言语,战蛊惑人心,其制造战争,而厌食死人,又具史记武帝本记,记载,少昊时又不才子,愧信恶中,重施恶言,天下为之穷奇, 这里说穷奇是少昊之子,脚疾之己,后称为四兄之一,TOP4,桃乌桃乌是北方天地专须不成器的儿子,又名遥狠,南迅,根据左传记载,西方光中,有寿烟,其壮如虎,全貌,长二尺,人面,虎族,猪口牙,尾长一丈八尺,脚乱光中,名桃乌,一名遥狠, 一名男训,桃乌是一只凶兽,长,拙人的面孔,有着老虎的四足,满口长着猪一样的牙齿,外形和老虎差不多,尾巴长达一丈八尺,身上长着犬毛,毛长达到两尺,不管是谁,只要阻拦桃乌,桃乌便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,和他大打出手可见其凶残,一般形容态度凶了,顽固不化的人, 祝奇文解密原创文章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图片来源互联网,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